命令你的人马 放下武器 鱼生龙你快快荡开 我饶你不死 刘俊甫 如果你带着你的人马马上撤离 本官可以保证不再追究你 可以保证你父亲的性命 已证 喝点 喝点静止 喝多了 该睡吧 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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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带 来 和你们看看 好嘞 一定要盯紧点啊 可千万别说什么事 弟兄们 随我刘俊甫杀进马城 活捉狗关去战旗 杀进马城 活捉去战旗 杀进马城 活捉去战旗 杀 杀 刘俊甫 停下 杀 刘俊甫 停下 刘俊甫 走 余生龙 命令你的人马 放下武器 余生龙 你快快让开 我饶你不死 刘俊甫 如果你带着你的人马马上撤离 本官可以保证不再追究你 可以保证你父亲的性命 你如何保证我父亲的性命 你们三番斧刺地抓 三番斧刺地放 此刻我父亲不在你属上 你如何保证得了 我已经派人进了麻城 去解救你的父亲 我同亲人起报告戴田 我定要取下他相上人的 刘俊甫 本官最好再说一次 马上带你的人马撤离 我最后再叫你一次于大人 我刘俊甫 这回不能听你的 我要学习麻城羡羊 救出我的父亲 本官绝不允许你干啥事 如果你要攻进城际 就从我于臣龙的身上踏过去 你以为我不敢吗 那就来吧 看你杀了本官 能不能救得了你的父亲 好 我约我今天就成权于你 别吓了 杀你 我是不想杀你 因为我知道 你是个好人 好官 可是你为什么要 一步一步紧逼我 我没有逼你 我是在救你 把刀放下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我放不下 我放下刀 我爹就没了 难道你为了救你的爹 你就愿意看到这儿血流成河吗 难道不让这儿血流成河 我要眼睁睁看着我爹 上黄泉路吗 刀现在夹在你的脖子上 你说了不算 那你还刀什么 刀手啊 手发抖是因为我刘俊傅 重情于你 我还在等待 是因为我的刀不杀二人 刘俊傅 本官已经派人进城救你的父亲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句话 你要想攻进城去 除非你从我御尘聋的身上 踏过去 刘俊傅 那就别怪我刘俊傅无情了 兄弟我 送你上路 大人 进你走好 刘俊傅 刘俊傅 天真 好你个雷翠亭 余大人 天 俊傅 大人 要小要挂 人兵法罗 云福老弟 快快请请 大人 你这个大小子 快去看看你父亲 爹 军福 爹 受苦了 大人 下官 参见于大人 曲震齐 下官在 我放了你的犯人 你没意见吗 下官不敢 你不敢 你好大的胆子 你有几个脑袋 敢抗命不遵 下官 知罪 曲震齐 我回头再找你算账 本官期望你能戴罪立功 起来吧 谢于大人 本官释放了一个无辜的百姓 避免了一场杀戮 你觉得这个账合算吗 合算 都是下官的错 大人 大人 你们押来的是什么人 回禀大人 此人正是何世荣派去给刘军福送伟察的乱匪 曲震齐 你都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大人 伟扎在此 伟扎在此 这的确是 吴三贵送给你的伟扎吗 正是 吴三贵送于我府上的伟扎 你承认这份伟扎 并接受了这份委任了吗 我从未承认 倘若我承认了这个伟扎 当初就不会归顺于你 这么说 你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份伟扎 也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份委任 天地良心 刘军福 众带 众部队琳 张三戒大人和招呼台大人都上阵拼杀去了 城里的百姓都没人管 这可怎么办啊 大人 玉林你跟着我上街招呼乡亲们 小妹 留下来招呼顺相 哪都别去 就不带她这儿 走 好 走 爹 爹 乡亲们 乘家又回家 乡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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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能从中抢去 乡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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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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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张大人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这太危险了 张大人 你还是离开这儿吧 这要顶不住了 顶不住也得顶 现在 我们要出刀场世界 张大人 最多能顶半个 府台大人 府台大人 周先生 府台大人怎么走 府台大人 你亲自上阵杀敌去了 黄州城怕是难保 那可怎么办 要想保住黄州城 必须马上有人去马城 把这里的情况 告诉于大人 周先生 我去吧 哥 你不能去 还是我去吧 玉兰 不要争了 这种事情男人去 周先生 您岁数大了 我哥腿脚不方便 还是我去吧 我去能快一点 玉兰姐 我跟你去 咱俩有个照应 不行 小妹 你得留下来 替我照顾好晓晓 就这么定 玉兰 你个女人嫁 周先生 我都想好了 我可以换一套男人的衣服 假冒乱飞 从西城门混出去 既然是这样 军情禁忌 势不宜迟 玉兰 路上一定要小心 那我去了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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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们 我知道你们很害怕 但是 我们不能后退半步 我们身后就是我们的亲人 我们一定要守住西门 保卫皇州 保护百姓 决死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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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扎进行吗 是 三冲进城城 重重有赏 给我上 杀 无非 那么 全可以 蝶 决 决 艇 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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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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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神了 王兄弟们 快回家 回家去 王兄弟们 不要乱走 快回去吧 快回家 快回去 快回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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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守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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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去前面告诉张大人 南门点不住了 让他派人来治我们 是 快 胡队大人 咱们听不住了 张大人 你这里人马 去治愿南门门 这怎么办呢 我 这太危险了 快去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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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想到 于成龙他也有今天 我们只用了不到一夜的功夫 就攻下了黄州两座城 黄军师 你看那个穿官服在里面 是什么官员 黄公主 那个人穿的可是二品官服啊 我 如此说来 他 就是独国学府张朝真 大门离官撤 在待会儿下了 黄江城 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要是找不到我 他们会血腥黄州禅日 弟兄们 走 跟我前去 捕捉张朝真 杀 不得张城都在这里淡傻乎乎 我们把他们引到 和神兵去 走 别让神兵 走 走 走 等什么 把这些贼寇 给我杀光 杀 走 Buffalo Avant 周 ., 出 okay 死 走 走 走 你 满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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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冬主 快 快 邱冬主 清兵已经杀过来了 他说什么 来攻打我们不几有余承 青龙的相友 还有承接不上班的行兵呢 咱们已经被狐狸 以为夹击了 黄金龙呢 我黄金龙他找跑了 这个黄八蛋 何盟主 赶紧撤撤 再不撤了来不及了 黄队巡抚战术人就在里面 就只有几政人 待会儿抓着他们 再走也不迟 何盟主 大人 走 大人 快走啊大人 二十一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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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 一 你 老人家 你就这么点本事啊 该我了 有什么 下马 是 是 有什么 就输福丹大神者 中赏 给我上 上 朝真 你以为到了和神庙 你就安全了 今天和神爷也救不了你 拿命来 啊 杀 男人 保护好府台男人 是 和世荣 你忤逆之贼 还不快快投降 张三骑 你也是来宿死的吧 那就成全你们 杀 快走 走 四弟 快走 走 老实点 快走 走 走 四弟 走 快走 走 老实点 快走 走 走 皇上拼三番 都讲究一个 脚腹有别 我想 你们大多数人 原本都是 在下种地的本分庄稼人 岂是申乱无非是受人蛊惑 一时糊涂走上了邪路 今日我于成龙受朝廷之命平顶东山 一定遵循皇上 剿辅相继之策 凡是真心投诚者 该不追究 一律网开一面 送你们回家与家人团聚 谢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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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对那些罪大恶极者 定将依法重施 割杀无论 东山匪首何世荣 在黄州 已被本官亲手斩杀 其债主 听本官典名 典道者处理 黄金龙 于大人 黄金龙没有抓到 黄金龙 城镇帮 岁民城镇帮 清于大人开恩哪 陈鼎业 黄炎生 邹铁爪 李公盟 请于大人开恩 于大人 请于大人开恩 于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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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大人饶命 玉大人 玉大人饶命 我本身一切殊胜 全是受那何时容的苦悟 才早上歧途的玉大人 我家有九十岁的高藏 还有那九平不育的妻子 我还有那年幼的儿孙 玉大人那高难坤主 你饶命一个 玉大人 玉大人饶命一个 王霓龙 你罪大恶极 你还有何颜面 叹击你的老母妻儿 玉大人看人啊 玉大人那看人啊 求朕期 校管在 玉大人 玉大人 将臣鼎叶 黄炎生 邹铁爪 保世荣 李公茂 臣问社 等寨主 押回黄州府候审 是 将黄金楼 陈振邦 就地斩首 玉大人饶命啊 玉大人 玉大人饶命啊 大人 玉大人 恩人 报仇 一路顺岸 留君父依惜尚存 天天 禁宿报仿 自尊上海 禁宿报仿 压了毒草 烧了解药 怀着丧母的悲痛 于成龙踏上了 从湖北到福建的航船 在船上 于成龙再次败读了 古言武的日之路 他深知 心向高山就不会畏惧荆棘 至随平原 方能求过洪水 对其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深为赞同 成龙 前面就是天下闻名的 福州码头了 如今怎么这么萧条啊 福州自古就有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美誉啊 又是东海和南海的交通要出 还是据东南亚 和大扬州最近的商分 你于大人即将踏上的福州 不仅是福建的首府 还是个美丽富饶 一半米江的地方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话呀 你尊贵的穆宾周锐和周先生 早在湖北黄州都给您说过了 刘靳阳 你又在背后说我什么坏话呢 我一个无足轻重的倒逼小吏 哪敢说您的坏话呀 我是恭维您哪 于大人 刚才靳阳说的 我在船舱里都听清楚了 可你居然还问他到底想说什么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朝廷为了遏制和剿灭反清势力 以及逆贼耿惊中而下达的前海令 绝对不是针对老百姓 更不应该因此而伤及百姓的正常生计 前海令明文规定 不许片帆入海 怎么会不伤及百姓的正常生计 列台大人 你一言望去 江面上不见一条行驶的渔船 岸边到处停靠着 隔浅的渔船 此乃何故 一看就知道 这是多年没有出海了 那个人是谁 看不清楚 府中到了 都出来看看吧 小心小心 披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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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呢 福建 福州府 好地方 那儿有海啊 恨不得现在就去看看大海 成龙兄 静人 静阳兄 静人 静人 成龙兄 静人 静阳兄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你 咱们三个就你年龄小的 静人 都老了 我呀 一言难尽哪 我在福建日日盼 夜夜盼 前上盼 后上盼 总算把你们两个给盼来了 静人 你我一别十八年 今天终于见面了 张先生 你还记得我吗 记得 怎么会不记得 玉林 玉兰 张先生 现在 不能叫张先生了 应该叫张大人 就叫张先生 我听着顺耳 张大人 这是我闺女春晓 晓晓 快叫 大爷好 大爷好 好好好 长这么大了 记人啊 我真没想到啊 咱们三个一起玩尿泥 长大的娃呀 这十几年后 在这府中码头聚到一块了 有意思啊 有意思啊 张大人 你还认得老夫吗 这 周先生 张大人好 先生 万不可如此 您可曾是我们永宁的父母官 又是我们三个人的作师 当有弟子拜见先生才对呀 哪里哪里 几十年的老皇历早就翻过去了 周先生 不光是你作师的老皇历翻过去了 恐怕是连你当年五品复学症的 辉煌历史也一同翻过去了 张大人有所不知 济阳是官小嘴巴大 什么话都敢说 翠亭 这是雷翠亭 雷捕头 雷捕头 见过张大人 雷捕头 好结实啊 小妹 见过张大人 张大人好 好好 好啊 张大人好 程龙兄 你们这一大家子人 是怎么凑到一块儿的 太令人羡慕了 回头我再好好跟你讲 好 可是我今天这准备不足啊 只准备了一顶官教 这样你先随我回衙门 我马上命人派一辆马车来 连人带东西一块儿拉回去 好好好 走 干什么呢你 不干什么 我是想替吉人给程龙开个叫联 伺候伺候当官的有什么不对的 你不能让堂堂的不正式 给安插室开叫联吧 行 那更不合理说了 不合理说的事情还在后面呢 等着瞧吧 什么意思 以后你就知道了 张吉人这个不正式 怕是管不了于成龙这个安插室 干活吧 管不了吗 他官比他大呀 不能今天就把安插室 所有的差事 一股脑袋全都推给于大人 那不是很正常吗 他张吉人是福建不正式 那安插室的差事 当然得给于成龙啊 你这一辈子啊 就这 张吉人为啥骑着把安插室的差事 全都交出来 福建这边水太深了 搞不好淹死人 怎么水太深了 能淹死人的 你的眼睛也有毛病吗 咱们来安插室衙门的路上 你啥都没看见 我看见了 那不就是大街小巷 看不见人吗 对了 还看见了一拨喊冤的 还有一拨求车拉的囚犯 周先生 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你看见的那都是问题 那么大一座福州城 居然万人空巷 咱们这一路上遇到两拨 一拨是拦路喊冤的 一拨是求车拉的囚犯 你说 这正常吗 叫你这一说呀 这的确有点不正常啊 周先生 你说 这俞成龙到底怎么办 该怎么办 都不好办 你等于没说 他说 他说 我说 他太不得了 他胖子 他说 那 babe 你 他说 我说 他说 我说 他说 真是 我说 来 再尝尝这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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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放这儿 好好好 程龙兄 这边一共是三千五百六十七份 都是已经定案了的 代审的在那边 还有两千九百一十三份 对了 这三千五百六十七个 已经定了死罪的案犯 月底都要开刀问斩了 这些死刑犯 全部是你亲手申理的 你来之前 我是这里的案查室 这些案子 当然都要经过我的手了 不过从今天起 以后这杀人的差事 就再也不用我张机人操心了 往后都要劳烦成龙修楼 莆田县黄塘村 二十三户户户通海的案子 也是你亲自审理的 这个案子设计全村人通海 我审过之后 又上报给巡抚吴星座大人 和总督姚启胜大人 最后康亲王还亲自过问了此案 这次巡抚吴大人和总督姚大人 在随康亲王出征追缴政经之前 还专门有过交代 说这个案子 康亲王特别重视 作为福建通海案的一个典型案例 康亲王要求我们 要把此案 当作月底开刀问斩的首案来对待 要通过这个案子 起到立国威绝通海之作用 这么说 这几千颗人头啊 到月底就要搬家了 成龙兄 你可以到福州的监狱里去看一看 那里已经是人满为患了 只有杀了这一批 下一批才灌得进去 好了 这些案卷我都交给你了 你慢慢看 我就先回去了 好 张大人慢走 成龙兄不必客气 留步吧 成龙兄 这些已经定案的 不必劳神再审 照此执行就是了 到月底啊 就剩这么几天了 我就是想审也来不及了 好 告辞了 我刚才看过的那份卷宗呢 你说的是这份吧 对 你也看过了 看过了 周先生 你对黄塘村二十三户户户通海的案子 你有什么看法 我没有什么看法 你没有看法 对 没有看法 自打我们进入福州城 除了跪在地上喊员的百姓以外 整个城里我就没看到一个人影 难道周先生你视而不见吗 海渊教区的人哪都有 你曾经治下的罗城 湖北的黄州 武昌没有吗 我说的是福州不是别的地方 刚才张大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他要你就按原先审理的结果执行 周先生 你真觉得这些案子里没有冤屈吗 没有冤屈才怪呢 三千多人通海 两千多人等着提审 难道福建的老百姓都是逆贼不成 你胡说什么 我怎么胡说呢 这卷宗上写得明明白白的 现在连七八岁的孩子都通海了 什么 七八岁的孩子也打成通海案犯 你看看吧 我大概查了一下 有三十多个孩子了 你 有三十多人 你们都不能听起来 请不回来 我来 张静仁刚才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你千万不可多事 张静仁刚才说什么了 我怎么不记得 你不要跟我装糊涂 张静仁说这三千案犯 是经巡抚总督 甚至康亲王亲自过问的 是依依定了姓的案子 你接手后照办就是 赵先生 我问你一句话 你要如实地回答我 你问 你认为不满十岁的孩子会通海吗 他们通海能干什么 张静仁让我快快杀人 你又让我装糊涂 这一份卷宗就是一条人命 三千多份卷宗就是三千多个人命 我余成龙能不明不白地 把他们杀了吗 当时我劝你不要来福建 不要当这个安插使你不听 你本可以坚持不救回击定忧 可你听不进别人的话 今天面对这些案犯 你杀也不对 不杀也不对 杀 就不免会有被冤枉的人 不杀 你如何向巡抚总督交代 如何向康亲王交代 又如何向朝廷交代 福建 是朝廷剿灭三藩叛贼 和反清势力成效最注注的地方 福建平定 全国即可平定 想想这是谁的功劳 这是康亲王的功劳 是安定天下之大功 那么从安定天下大局考虑 冤杀几个人 谁又在意 巡抚会在意吗 总督会在意吗 康亲王会在意吗 你一定要看清楚 目前福建的形势平定才是大局 你心中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一天 多谢周先生提醒 我俞成龙心中有添加这个大局 有就好 着眼大局顺势而为 这就是你的选择 也是你今天唯一能做的事情 俞大人在哪儿 赶快请俞大人 俞大人在哪儿 你喊什么喊 喊什么喊 我找俞大人有事 俞大人在里面呢 俞大人 你先找什么 等一下 俞大人 俞大人 出去 出去 俞大人 俞大人 福州大牢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整个大牢爆发的骚乱 要是再压制不住 就要出大乱子了 殿余长让我请涅台大人 赶紧去一下 快带我去 是 俞大人到 李大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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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事了 我这事了 反正 别动 别动 别动住手 把刀放下 干嘛 放下 把刀放下 别动 把刀放下 把刀放下 别动 把刀放下 我凭什么 你们这些当官的 二十三户的冤屈了吗 我叫俞成龙 你们有什么冤屈 可以给本官奖 先把刀放下 把刀放下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们这些当官的 官官相护 你们看到了我们黄塘村 二十三户的冤屈了吧 是吧 本官今天刚刚上任 你们就以 这种骚乱的方式来迎接我 好 你说你有冤屈 那我余成龙今天就要听听你们 到底有什么冤屈 如果你们的确是有冤屈 会还你们一个公道 我余成龙说话 说到做到 我真正希望真正 我还不哭 我死不哭 我还不哭 不哭 一只扫兮 憋女 莫! 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官已经看到你们手心里 用写写的冤字 如果你们真的有冤 我于成龙 一定还你们一个清白 你们现在先把手放下来 谁是这儿的典狱长 在下葛昌天 我是在那点一掌 被指给大人叩头 给我滚下 你给本官讲讲 大佬里到底发生何事 电台大人 今天放风时 第八区的犯人突然骚动起来 紧接着其他区域的犯人 也跟着骚动起来 然后开始转门 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啊 本官实在问你 犯人为何发生骚乱 今天带头闹事的这伙犯人 他们都是黄塘村人 是他们引发了全监狱的骚乱 他们都是黄塘村人 是 他们都是黄塘村人 那被打的犯人也是黄塘村人吗 那个犯人他不是黄塘村的 既然他们不是一个村的 那他们之间就是有积怨了 其实也没什么积怨 这个被打的犯人叫牛阿根 是因为牛阿根 举报了黄塘村人 他们便怀恨在心 处处想报复牛阿根哪 牛阿根 牛阿根举报了黄塘村人 是 那牛阿根为何被关到大牢里 牛阿根后来也犯了通海罪 张大人到 下官见过张大人 余大人 你还跪在这里干什么 还不赶快把这些犯人都关起来 是是是 把他们都关起来 不 是 就让老乡们 今天在这儿 诉说一下他们的冤屈 余大人 张大人 正好你也一起听听 要听也不能在这儿听啊 为什么不可以 这儿完全可以 这个案子是我主审的 我很清楚 没有必要再审了 张大人 发生这么大的骚乱 这个案子难道还没有问题吗 余大人 我是福建的部证使 我现在告诉你 这个案子已经结案了 嗯 这个案子 张大人 你听到喊冤了吗 老乡们 你们有什么冤屈 今天就在这儿 讲给我于成龙婷 我一定为你们做主 于大人 我是黄塘村的黄兴祖 今天就是我带大伙闹起来的 我就是带头的 既然于大人要给我们做主 我就代表乡亲们 给你讲一讲 好 不过现在本官 要处理另外一件事 被你们打伤的犯人 现在奄奄一息 急需要治疗 你既然说 是你带头闹事的 那本官就先把你关起来 然后再慢慢听你申诉 如何 来人 让 把黄兴祖带走后审 是 是 老乡们 如果你们信得过我于成龙 你们现在就回到各自的牢房 本官一定会为你们做主 那 那我们听于大人的 咱们先回去吧 好 好 于大人 咱们先回去吧 咱们先回去 回去吧 于大人 你要听我们训愿了 于大人 我们训愿了 好 于大人 于大人 你一定会让我们训愿了 好 于大人 于大人 你一定会让我们训愿了 于大人 于大人 我们训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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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议长 在 把犯人牛阿根 单独关押起来 不许任何人接近 是 快 是 快 来 快 张大人 本案插室 要重新审理黄塘村一案 程农兄 黄塘村的案子 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这里面没有冤情 无需再审了 没有冤情 最好 来 你 娘 我饿了 饿了 等你姑父他们回来就吃饭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老爷怎么还没回来 是啊 你玉琳哥出去买凉了 还没回来呢 我回来了 他就你买啥吃的了 大舅今天呢 买了三十斤的糠面 又是糠面 天天吃糠面 糠面都快把我的嗓子拉破了 等你姑父发了凤银 大舅就给你买白面吃 都说了多少回来 可我连一顿都没吃过 下次 下次大舅一定给你买白面吃 我才不信呢 你想买姑父也不让 晓晓 姑父什么时候舍不得让你吃了 姑父啥时候都舍不得 晓晓在背后说姑父的坏话 一会儿啊 我就告诉你姑父去 大舅才不会 你看 大舅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 烤薯啊 谢谢大舅 把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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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队长 这个犯人伤势很重 得需要专人护理 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嗯 我知道了 我会安排的 好 我先给他用些外服药 扣服药一晚回去 就改房子 好 你先处理一下他的外伤 好 我这就处理 来 那个人怎么样了 前些天刚刚治疗过 现在好多了 升堂 升堂 上堂 唯 带案犯黄兴祖上堂 带案犯黄兴祖上堂 走 走 快点 跪下 跪下 黄兴祖 肯请青天大老爷余大人 为黄唐村二十三户人家 平原昼雪啊 这个被打的犯人叫牛蛙根 是因为牛蛙根 举报了黄唐村人 他们便怀恨在心 处处想报复牛蛙根哪 那牛蛙根为何被关到大牢里 牛蛙根后来也犯了通海罪 周先生 您找我 您怎么没吃啊 玉琳你去大堂 把柳江给我叫来 周先生 老爷正在堂上闪案子 柳先生怕是过不来 这个案子一时半会儿审不完 你去吧 就说我有话跟他说 我们黄唐村二十三户人家 家家都是渔民 足足备备 靠打鱼为生 不打鱼 我们就一天也活不了 刘先生 周先生请你过去一下 他叫我没什么好事 不去 可这牛蛙根 他捏造了我们通匪的事实 官府来人 没收了我们所有的渔船和家产 余大人 我们是冤枉的呀 刚才我去周先生的房间 看他一个人心事重重 一重墓长的样子 他一定是在千海令这个案子上 遇到的死结 柳先生总是动物 我觉得周先生是要请你过去的 帮他拿个主意 行 咱们去吧 牛蛙根为什么举报你 因为自打 朝廷颁布了千海令以来 其中有一条 告发人被查明所告发属实 被告发人的所有财产 都归告发人所有 牛蛙根就是基于这个事情 才告发我们的 怎么回事啊 我正在审案呢 你叫一林把我叫来干吗呢 案子不是你审是余大人审 你不过是个陪陈而已 没那么重要 刘建阳 你不要耍脾气 我说你是个陪陈 你还只够得上是个陪陈 废话少说啊 有什么事你就说 我这个木兵是可以替余大人审案子的 但你这个刀比小丽却不行 有什么事快说我忙着呢 小丽 刘小丽 请你回大堂马上告诉余大人 就说我说的 黄唐村那个案子 在黄新祖身上是审不出什么结果的 找那个姓牛的审 那个叫牛蛙根的人 才是这个案子的关键人物 你这回啊 还真跟我想到一起了 不是我跟你想到一起了 是你跟我想到一起了 快去 别让余大人在黄新祖身上 瞎飞那么多没用的功夫 还没吃呢 我告诉你这回啊 我是跟你想到一起了 心情好点了吧 好好吃饭 吃你的吧 快去吧 刘小丽 黄新祖 牛蛙根是何须人意 那牛蛙根在县城里头 那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啊 在县里他什么都管 你的冤屈本官已知晓 等查试之后 会给你一个交代 好 雅岸犯黄新祖退堂 是 余大人 还把你明察 替小人做主啊 余大人 周先生让我传话给你 是 谁来了 是 是 要不 咱俩就在这儿动手吧 有水 一会儿不但有水 还有饭吃呢 走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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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周先生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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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 嘉村 Imagine 早 晓梓 老 WILL 都已经 intermittent 明白 在这儿 来 东西带来了吗 好 带来了 他给他喝了吧 他给他喝了吧 你傻呀 他能喝吗 只能换水去 好 魏大人 我们是直接去押解那个犯人吗 不 先去见点狱长 是 水 水 来 水来喽 水来喽 把土浮起来 好 来 喝水 水 水 哥 你都给他换进去了 都换进去了 他一会儿不会醒过来吧 不可能 这要是特别厉害 这一辈子 他都醒不过来了 余大人能想的这个法子 实在是太好了 事关紧急 所以你们必须要保证人犯的安全 雷仆头尽管放心 我已经让郎中给他看过了 放心吧 这就好 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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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 你叫林老汉 是 小老儿 是叫林老汉 你说说 你有什么冤居 我老伴死得早 儿媳 前年又被耿惊中的叛兵 给杀死了 全家 就只剩下我儿子 还有我的可怜的小孙女 三口人 一家生计 全指着我儿子出海打鱼 我一直可官府 不分青红皂白 把我儿子给抓了 还要指他死罪 要是没了个儿子 我和我的小孙女可怎么活呀 活不了了 青天大老爷 要是我儿子真的有罪 为了这可怜的小孙女 我愿意替他领受官府的责罚 就是杀头 我也愿意 可是我儿子 他没有罪呀 求求青天大老爷 你放了我儿子 你放了我儿子 求求青天大老爷 他没罪 他没罪呀 求求青天大老爷 他没罪 没罪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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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我爹吧 快起来 老爷 求求你就是我爹吧 好好好 好好好 老人家 老人家 你儿子叫什么名字 林乐仔 林乐仔 嗯 好 本官记住我 你先带着孙女先回家 那 我儿子的案子呢 你儿子的案子 本官会重新提审 谢谢青天大老爷 快起来 谢谢 孩子快起来 快起来 谢谢青天大老爷 谢谢 谢谢大老爷 好 跟爷爷回家 走吧 谢谢 谢谢青天大老爷 谢谢 谢谢青天大老爷 谢谢 来 召唤 齐 召唤 倫 可 早 快去吧 你 站在这儿 他一直都这样吗 是啊 我请堂中给他疗伤的时候 他就一直没醒过啊 他一直是这个样子 一直都没醒过 对啊 一直没醒过 你俩从现在起 就寸步不离地守在这儿 是 记住 只要牛阿根一醒 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 就即刻把人放下去见于大人 是 静阳 你把黄康村二十三户的卷子 全部给我拿过来 好 对 还有林老宰的也帮我找出来 好 这些都是黄康村的卷子 这是林老宰的 周先生 周先生在后堂 整理其他卷子了 你去帮帮他 好 行 行 顾正水张机人张大人到 老龙兄 下官于成龙拜见翻台 老龙兄 老龙兄 这儿有没有外人 就不必讲究这么多礼节了吧 那不行 大堂之上礼节不可省 下官于成龙拜见翻台大人 于大人免礼吧 谢大人 正老兄啊 看来余大人是不打算听老夫的劝告 执意要重审这些案子了 金人 黄康村的案子存在明显的漏洞 什么那么多 黄康村的黄新族 代表全村二十三户 揭花牛阿根 是因为谈吐他们的财产 才诬告他们去通海的 这有什么新鲜的 那黄新族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 这只不过是他们的一面之词罢了 这虽然是黄康村人的一面之词 但是我从二十三户的卷宗当中 和牛阿根的卷宗当中 找不到牛阿根的任何证词 这怎么解释 这有什么好解释的呀 那牛阿根原是莆田县衙的典史 抓捕黄康村通海案犯 那是他的职责所在 你要他什么证词 他是在执行公务 而且当时黄康村的二十三户人家 是正好被他抓了个现行 张大人 你别忘了 那牛阿根也是犯了通海罪 而被拘捕的 但从他的卷宗当中 找不到任何他通海的罪证和依据 这是为何 刚才我已经跟你介绍了牛阿根的身份 那我现在就再来告诉你 康亲王带兵来到福建之后 曾下过一道御址 这预旨上说 福建所有犯通海罪的官吏 不论官职大小 其案件一律要由 案查使不证实先审 然后再交给巡府总督和康亲王再审 程龙兄 听明白了吗 没明白 你这有什么可不明白的呀 在福建所有犯通海罪的官吏 都是这样自下而上 一路审过来的 巡府总督和康亲王 那都是要亲自过问的 这回您明白了吗 那就麻烦张大人 把巡府总督和康亲王 审理牛阿根的卷宗 调来给我看看 行了吧 于成龙 你跟我这儿叫的什么劲 这 这卷宗 这卷宗我都已经交给你了 你还要我跟你调什么 张大人 你们审的这些案子有问题 包括凌落仔的案子 也存在明显的漏洞 你 好了好了 程龙兄 我今天来不是跟你斗罪的 我是有重要的事情要找你 什么重要的事 你先跟我走 路上 告诉你 我还有卷宗要看 我没时间跟你溜贤腿 于成龙啊 于成龙 你可真是个老鱼母嘎的 真是又硬又曲 一天都不顺流 不顺流 我张其仁啊 不知道是那一辈子欠了你的 于大人 于老爷 请您听好喽 此番 巡抚和总督跟随康亲王出征 战果十分辉煌 不仅一举收复了兴话 张州和泉州 而且 还把政经给逼到了厦门 听你这么一说 战果的确很辉煌 那还不赶快跟我走 干什么 干什么 康亲王得胜归来 福州市举城庆贺 您堂堂的涅台大人不到 想话吗 康亲王回来了 不仅是康亲王回来了 宣服吴星座大人和总督姚启胜大人 夜随康亲王一同回来了 那你绕这么大弯子干什么 你说清楚 我早就想去见他们 走走走 回来 你给我站住 你就打算这个样子 去迎接康亲王吗 怎么了 牛阿根死了 是被毒死的 被毒死的 是的 下官已经 让监狱的御医查验过 牛阿根的案子并不复杂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大人 从卷宗上来看 牛阿根的案子 其实疑点很多 什么疑点 第一 牛阿根通海的罪证不足 第二 牛阿根举报 黄塘村户户通海的 证据也不足 余大人 牛阿根一案 是由案查史 布证史审理之后 又经巡抚衙门和总督衙门 复审过的案子 还上报了康亲王 你怎么认为证据不足呢 黄塘村二十三户 集体违反迁海令 擅自出海 是被牛阿根 在近海区域抓获的 这个证据还不够吗 但从卷宗上来看 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二十三户集体出海 是与逆贼通海啊 迁海令明文规定 不许片帆入海 可黄塘村二十三户人家 集体违反迁海令 这是什么行为 这本身就是犯罪 他们只是违反了迁海令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 他们是通海 余大人 照你这么说 福州监狱里 关押着的通海案犯 都是被冤枉的了 不 有的的确是犯了通海罪 但有的仅仅是为了生计 貌似出海打鱼的 并非是真正的通海罪犯 这两者性质完全不同 我终于听明白了 你余大人认为 违反了迁海令 就不算犯罪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迁海令实行了一刀切的办法 无疑会伤及很多无辜的百姓 原来你是这么认为的 那好 我告诉你 违反了迁海令 就是犯罪 就要抓就要补就要杀 这不等同于滥杀无辜吗 你 胡大人 牛阿根那案子更加蹊跷 他原本是 举报黄堂村通海的有功之人 却偏偏变成了通海的罪犯 而且在卷宗当中 根本找不到他通海的罪证 牛阿根通海 是被福州点狱长葛长天 在押送犯人过程中 发现并抓获的 你还要什么证据啊 牛人居然下毒杀人灭狗 牛阿根死了 是谁杀的他 为什么要杀他 这一连串的蹊跷 吴大人不觉得非常可疑吗 吴大人 下官请求重庆审理福州监狱 所有的同行案子 你说什么 我要重新审理福州监狱 所有的同海案子 于成龙 福州监狱里 关押着的同海案犯 都是经过涅司 藩司 和巡抚总督衙门 足迹审理的案子 你居然提出要重新审理 为什么 你的理由是什么 福州监狱所有 同海案犯的卷宗 我都一一看过 很多证据不足漏洞百出 行啊 于成龙 你如此这般 到底用意何在啊 这是下官的职责所在 也是涅司衙门分内之事 把每一个案子 都查得清清楚楚 绝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下官没有任何其他用意 你月底开刀问这案子 还剩几天时间 好吧 黄塘村的案子 你可以重新审 但其余的案子 一律维持检判 不得再兴冲申 吴大人 好了 下去吧 吴大人 黄塘村的案子 你可以重新 牛阿根的案子 你也可以重新 但其余的案子 一律不得重新 吴大人 没一个案子 是啊 我还有别的事要办 不送了 请 下官我告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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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很烦啊 我让玉兰给你拌个萝卜炒个青菜 好像厨房也在这儿 也只有这些了 我陪你喝几杯 再好的酒我也喝不下去 在黄州接受朝廷任命 你的一只脚啊 就塌进了火坑 来到福建 你硬生生要重审一案 你的另一只脚紧跟着 也塌进了火坑 这个火坑完全是你自己 一意孤行跳进去的 我又没有怪罪别人 我更没有怪罪你周先生 你就是想怪罪也怪罪不了 孔子的弟子曾子 有一句名言 是不可不弘意 任重而道远 周先生 你到底想说什么 原来我是反对你来福州的 我也跟你分析了刑事 和通海案的复杂 但我忘了一件事 你这个人 是不怕看通的 那好吧 福州监狱的案子 你就是冒死 也要查下去了 礼记里有一句顶天立地的话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只要不贪思念 不存私利 只要时时念着天下苍生 处处胸怀国朝社稷 不知不知大夫行事 等该是生死 而不顾 多谢先生鼓励 陈总绝不如使命 张大人 你这个典狱长 干得很称职啊 张大人 监狱里的犯人骚乱 尚未完全平息 突然又出现了 毒死药犯的怪事 你这个典狱长 着实不一般哪 张大人 监狱骚乱一事 实属卑职无能 可牛丫根被害一事 却是因为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新来的涅台大人 要重新审理黄塘村一案 而引发的呀 照此说来 你认为牛丫根的死 是黄塘村的人干的 张大人 你想想看 谁最想要牛丫根的命啊 当然是黄塘村的人啊 只要牛丫根一死 黄塘村的案子 就变成了悬案 只要是变成了悬案 月底开刀问长 他们就可以暂且保全自己的脑袋啊 他们这是在蒙蔽余大人的眼睛啊 余大人的眼睛 就那么容易被蒙蔽 张大人 事情怎么就那么巧啊 余大人刚一提出要重审 黄塘村一案 恰巧牛丫根就被人给毒死了 牛丫根一死便死无对证了 黄塘村的二十三户通海案犯 就有可能逃过一死 听着 卑职听后大人吩咐 牛丫根被毒死的案子 于大人不会放手 我更不会放手 这个案子是由我 一起巡抚总督二的大人 还有康亲王一级一级审理过的 大家谁也不愿意看到 这个案子弄得不明不白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 全力配合余大人 不得有半点推诿敷衍 听清楚了没有 是 卑职一定尽心尽职 配合余大人重审此案 好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大人慢走 周先生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下一步我该出口 我知道你心中是有数的 对 我心中是不能没数 因为这事关着福州监狱里 三千多名通汉犯的姓名 他们在审理这些案犯的时候 根本不去追究 他们是否真正地通过海 是否真正地帮助过那些叛贼逆子 只要是违反了千海令当中所规定的 不许偏翻入海的禁令 就通通地抓起来 通通地割杀无论 这叫什么法令 此刻千万不可意气用事 千海令是朝廷颁布的法令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法令 但在执行过程中 地方衙门和官员 原本可以随机掌握它 只不过 好 这我都清楚 要想争取到重审通海案 真正的阻力不是张基人 而是巡抚总督 甚至是康亲王 你想推翻的 恰恰是他们这些年的政绩 我不是要推翻他们的政绩 我是要为律法证明 我要证明律法的严肃性 公正性和律法的良心 好一个律法的良心 你只有一个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就在牛阿根身上 可牛阿根死了 可杀牛阿根的人没死 这我清楚 可是要找到此人 恐怕时间不允许 再过几天就是求后问斩的日期了 眼看这几千个人就要掉脑袋了 我必须在此之前 争取到重审通海案的权利 谁会给你这个权利 巡抚总督和康亲王 你破不了牛阿根的案子 就不会有人给你这个权利 所以我们必须双管齐下 你 柳建阳和雷翠婷 你们三个人负责调查 牛阿根被杀一案 我去找巡抚总督和康亲王 争取他们答应 重审通海案 老夫一定尽全力 是 是 是 雷大人 这尸体检验证明 牛阿根的确是中毒而死 夏婷 周先生还在衙门等着我们呢 我们走 走 志太大人 福建案查实 于大人到了 他终于来了 他已经找过吴大人 现在该来找我了 让他进来 是 下官于成龙拜见志太太 免礼免礼 于大人 我听胡广巡抚张大人张朝真讲 你于成龙可是写得一首好字啊 那是张大人一句过于之言 下官不敢 客气了 姚大人 站立悬比的这种书写方式 宛若书胜王羲之啊 您夸奖了 太夸奖了 于大人 我正想请教于你 你却来了 来得好 来得好啊 这样 就按这个字 你给我评点一下怎么样 下官不敢 好字 好字 好字啊 姚大人所学 可是我山西先贤司马光的字 您真是好眼力啊 司马光 不仅是史学大师 其书法造诣也泼深 其比例方者斩节 力透豪端 比划尘色刚进 意气雄厚 于大人您真是杭家离手 句句到位啊 姚大人 您所写的这两句诗 也颇有意思 于大人 您已经知道 这诗的出处了 渔翁夜霸 西炎素 小吉云清香 燃楚竹 看来志太大人 不仅喜欢司马光的字 还喜欢柳宗园 柳河东的诗啊 我说于大人 今天全让你碰上了 我瞒你说 这字和诗 都是出自你们诗的 山西人之首啊 看来志太大人 跟我们山西人有缘分哪 于大人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找我一定有事 这样 咱们到后堂去查续 好 姚大人请 周先生 好 孙廷回来吧 周先生 你们坐 此刻于大人正在总督 姚启胜姚大人那里 于大人在姚大人哪 于大人已决定 重审福州监狱 所有通海犯的案子 于大人哪 去找过巡抚吴大人 府台大人不同意重审 那志太大人能同意吗 志太大人自然也不会同意 那于大人现在该怎么办呢 这府台大人不同意 总督大人也不同意 后面还有个不认识张俊仁 挡着于大人的路 那这个案子不就办不成了吗 最大的障碍 还不是你说的这几位大人 而是当今皇上的亲皇叔 正在福建带兵 追缴叛贼逆子的康亲王 康亲王这个坎过不去 重审通海案的想法 就白想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 那些无辜的所谓的通海案犯 脑袋就得搬家 一颗颗无辜的人头 就要落地 周先生啊 我听你说了这么多 可都是困难的 怎么一点希望都没有啊 我可告诉你啊 你是于大人的穆斌呢 他请你来干什么呢 他请你来就是让你 帮助他克服困难解决问题 怎么一张嘴都都是困难 你给我闭嘴 你自己想不出好主意 叫别人闭嘴 有这道理吗 我让你闭嘴 你为什么还不闭 谁想不出好主意 想不出好主意 没人吐了你嘴 柳先生 你先别着急 周先生 把话说完了 周先生 主意已经想好了 说 但不是我想的 是于大人自己想出来的 是什么主意 重审通海案唯一的突破口 就在牛阿根身上 那人已经死了 那怎么找突破口啊 总不得让死人张嘴出来作证吧 人死了 但事还在 这个事没死 下毒杀害牛阿根的人还在 只要抓到这个凶手 黄塘村二十三户 通海案 就能真相大白 福州监狱那些被冤枉的人 就能得到重审 就能平渊昭雪 就能回到原来那个渔村 过安宁的生活 周先生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才能找到这个突破口呢 怎么办 让金阳想 叫我想 叫我想 你和于大人 是一起玩尿女长大的 你们从年轻人已经成了老头 你老说你们是一辈子的兄弟 你还老想当他的师爷 如此艰难时期 你不该替于大人想想办法吗 该 该 办法我来想 你不用想 晚上睡觉前把这想好的告诉我 柳先生 你真能想出来吗 我早想好了 你真的想好了 他没骗你 我知道他已经想好了 于大人 你所言之事 据我所知 福台吴大人并没有同意 是 吴大人只同意我重审 黄唐村一案 这就对了 你刚才说福州监狱里的那些通海药犯 大多都是被冤枉的 但你并拿不出他们被冤枉的事实依据 只凭你对案子的怀疑就要重新审理 那可是几千个要犯哪 都是重犯要犯 你觉得这于情于理 能说得过去吗 姚大人 当然 仅仅凭我对案子的怀疑 就推翻重审 确实是难以赴人 但是我真正要说的是 前海令不可一概全 更不可一刀切 那些违反朝廷禁令出海的人 并非都是通海的罪犯 他们都是为了生计才出海的 而且他们每个人都知道 他们出海就违反了朝廷的禁令 但是他们不出海 他们就打不回鱼来 他们不出海 他们就没有饭吃 他们不出海 他们就会流落他乡 甚至会被饿死 姚大人 这样的理由 难道还不够吗 前海令是朝廷颁发的旅令 不让片番入海 针对的不是某个人 而是沿海战乱地区所有的人 既然是禁令 就应该为者必究啊 你们可以把所有出海的人 都抓回来 但是你们不可以 不分青红造白地 把所有出海的渔民 统统地定为通海的罪犯啊 于成龙 你一口一个你们你们 我倒要问问你 我们是什么人 你又是什么人 难道你不知道 你是朝廷的命官吗 你把你们我们分得 如此清楚 竟未分明 本愿不知 你到底处于何故 妖太人 下官不是这个意思 大清立国已经快三十年了 但三藩作乱 逆贼肇事 一致难以平定 此康秦王带兵出征闽地 征战经年 战争局势才趋于扭转 福建全境才渐渐趋于安定 可你于成龙刚到福建上任 你却要重新审理那些案子 你知道关押在福州的那些 通海案犯 他们意味着什么 他们意味着战乱将要结束 天下将要平定 我还告诉你 那是康秦王带领数万兵勇 和全体福建百姓 精心苦战的辉煌战果 但你还要为那些案犯去翻案 于成龙 我问你 你到底居心何在 妖太人 不要说了 秋后万斩日期一到 即刻开刀万斩 不得有误 你看 这灯块儿的真是有福不归香 放着轿子不做 自己走路 这官老爷 肯定是坐轿子把屁股做疼嘛 要不你说这谁愿意放着轿子不做 走路呢 好 于大人 上轿吧 街上的人全看笑我呢 我不是让你们先回去 别跟着我吗 你们就是不听 我今天不想坐轿 你们赶紧走 于大人 快点走 走 是 走 走 二位大人哪 好 雷骨头 有先生 贵客贵客 快快请坐 快快请坐 不用不用 典狱长 这是于大人的手遇 于大人的手遇 重新审理黄塘村的案子 这会儿犯人哪 就不会再闹上了 我这里啊 也可以安稳一时了 二位大人 今天要提审的是哪个人犯了 我们要先提审的是林乐仔 林乐仔 电影长 怎么这么快 就对林乐仔没有印象呢 林乐仔 好像听说过 他一时想不起来了 林乐仔 就是曾经同牛阿根 关在一个牢房那个犯人 林乐仔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瞧我这记性啊 也许啊 这监狱的人犯太多了 二位大人 怎么突然想到 先提审林乐仔呀 他并不是黄塘村 他跟黄塘村的案子 没有任何关系呀 林乐仔 确实跟黄塘村的案子没关系 但他跟牛阿根有关系 跟牛阿根有关系 跟牛阿根有什么关系呀 据我们查明 牛阿根被黄塘村人打伤之后 你们监狱方面 并没有按暗查使余成龙余大人的指令 即刻将牛阿根单独关押 而是继续把他和林乐仔 关押在同一间牢房 雷浦头真是明察秋毫啊 是这样的 监狱骚乱单天 二位大人都看到了 他大点就被人给打死啊 当时若不及时医治 就会有性命之忧啊 当时啊 没有将牛阿根单独关押 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啊 这都是我安排的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这倒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就好 没有问题就好 我们可以提审林乐仔了吧 当然可以啊 那就快带我们去吧 别急 二位大人稍息片刻 我去叫狱卒 领二位大人前去 好 二位大人稍等 来 等吧 颠约长 走啊 颠约长 你找我们俩有事吗 那天你们两个 是在哪个牢房 给牛阿根下的毒啊 怎么了 出事了 回我的文化 不是 颠约长 我们俩是按您的要求 把牛阿根带到地牢以后 才下的毒啊 真的是押到地牢之后 才下的毒 是啊 是真的 郭大人 普通牢房有别的犯人 我们也没法下毒 对不懂啊 对啊 对啊 那你们两个也不敢撒谎 是 还有 那个同林阿根 关在一起的人犯林乐仔 最近几天 有什么动静没有 不是 等一下 我们俩这几天 都没去过他的牢房 好 俞成龙的人 要提醒林乐仔 你们两个 领他们去 给我盯紧的林乐仔 注意他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发现他有什么异常举动 及时向我报告 俞大人回来了 俞大人 没坐轿子 自个儿走了 自个儿走了 是的 我们几个抬着空轿子回来的 我知道了 你们下去吧 是 来 林乐仔 有人过来提醒你了 快起来 提醒我 谁提醒我 我们是涅斯衙门的人 跟我们走 去哪里 当然是去涅斯衙门了 走吧 要不 咱俩就在这儿动手吧 我不去 我不去 我哪里也不去 林乐仔 你是不是皮我痒痒了呀 叫你去你就去 林乐仔 你别害怕啊 我们来提醒你 是因为你父亲到涅斯衙门 就喊冤了 所以我们才来的 我父亲 我父亲未有喊冤 没错 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别想了 赶紧走 于大人回来了 周先生怎么在这儿呢 我在等于大人回来呀 我想你都知道了 你把空轿子放回来 我就猜到 你在治台大人那儿碰了鼻子 治台大人和府台大人 就跟商量好了一样 谁都不同意我重新审理 福州监狱的通海案 他们不可能同意 你去之前不是已经预料到了吗 预料是预料到了 就是没想到 治台大人的态度 会那么强硬 治台大人 府台大人 都找过了 下面该去见康亲王了 如果康亲王也不同意 那可怎么办 你要把功夫 下在康亲王身上 只要康亲王点了头 无论巡抚还是总督 他们就是想拦也拦不住 这我明白 关键在康亲王 报 余大人 柳先生跟雷仆头 把案犯林乐仔带来了 是 他们怎么把林乐仔带来了 余大人跟我来 到了大堂我再告诉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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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